鼻子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下一秒 一个玩具警察从鼻孔里被取了出来 豪斯看了看 叮嘱面前的家长不要给孩子玩这么小的玩具 可没想第二天 熊孩子又哭着来到医院 豪斯想看一下他的鼻孔 但熊孩子一点都不配合 旁边的病人等不下去了 没想到熊孩子立马变得乖巧起来 紧接着一个消防员从鼻孔里被取了出来 这让豪斯感到一联盟圈 本以为事情到此为止 却没想第三天 家长又抱着孩子来到医院 见熊孩子哭个不停 豪斯生气了 没想到这一招果然有用 紧接着一辆消防车从鼻孔里被取了出来 家长觉得这孩子可能不太聪明 决定重新再要一个 但豪斯却不这么认为 看着从鼻孔里取出的玩具 警察 消防员 消防车 豪斯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电磁吸力器 简单测试了一下他的性能 然后将仪器放进他的鼻孔 下一秒 一只铁猫从里面吸了出来 豪斯这才明白 熊孩子为了救出这只猫 分别派出了警察 消防员和消防车 临走前他还不忘提醒家长 好好培养这个孩子 将来一定能成大器